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天我们能不能自己也做一次三分敲的 没问题 我们想做出它那个味道 好像它这是西方比较经典的一个农汤 我还是先请教一下我们家专业厨师 看看有什么技巧要注意的东西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面粉 有奶油 还有黄油做出来的 所以我得给你想一个健康一点的 要不然对你们两个都不太好 健康的我知道 我之前做土豆的那个农汤 我就直接用土豆没问题 我也很少黄油也很少面粉 我几乎不放面粉 我有 但是我现在要的就是 嗯 就是很真宗的那个味道 就跟它一样的味道 我平时会吃健康版的 放心 它就是先把洋葱炒香 但是不能有颜色 然后呢要放黄油 然后跟黄油同样的亮度 放那个白面粉 你女儿同意了 她去买点材料 她意思说不健康 不让我们吃 我说我们就试一下 主要是她有一些技巧了 我们就按她那个小技巧 去试一下能不能做出那个正宗味道 那一会我们两个出去要买一些材料 吃吧 好 我们现在开始 采购我们的材料 go 先买菜 就得要去西冷超市看 那是 然后呢你想要做到它跟那个味道很接近 今天就要由你来评判 趁你这个刚刚吃的新鲜没忘记 你来点 买一个cream cream不用买那个微瓶cream 那个太浓了 我们买淡的cream 好 蛋的cream在哪里在这 这里有organic的half and half cream 就是百分十的这种 好吧 买一个多的吧 每一小盒都三块一毛九 这才五块钱 黄鹅 现在要找一个叫clam juice 这是他们的汁clam 这里应该是在罐头这里 我看到了一个玉米罐头 有机的 有机的 你拿着 这样哈 这里有一个我们需要一点海鲜的汤 海鲜的那个等于熬出来的汤 好 stock 所以可以买一个这个能增加那个汤的风味 姐姐说如果味道更浓一下再来一个海鲜 就是罐头的海鲜 土豆买一点 好 那个配挑的的你要买一个面包对吧 你就随便买一个法棍就行了 法棍不随便 有小跟的 有小跟的半个的 好 我来试几倍 干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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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激动 干嘛呢 等久了 是吧 哎哟 宝宝 好 现在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开始 我们一起来玩吧 看看能不能做出我们吃的那个味道 因为其实这种超的 其实很多就是每个人做的味道都不一定一样 奶奶做的跟爸爸做的不一定一样 我相信你能做出我们家应有的味道 但是我们看看嘛 好 我现在先来切点洋葱 看那里面没有很浓的洋葱味 所以不要太多的洋葱 我帮你切洋葱嘛 切成末 你现在呢 还是我来吧 还是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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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单是参与 这个我也会的 我知道你会 所以不让你做 我会的都不让你做 好 我还得给观众朋友 如果一下子盛了 我们还得把它量一下 拍成标准的菜谱 对吧 对对对 所以你要拿一个笔 趁先打开 趁先打开 我知道你拿一个纸笔 记一下数量 好 趁先了好 趁可以 记一下数量 我们吃到有土豆 有 姐姐说要把土豆煮成半熟 后面翻 那我们先把它煮半熟 好 现在先这个让它去煮 好 现在我是慢慢的我们来做 先炒洋葱 先把黄油拿出来 这个黄油很香 我们冰箱里还不少黄油 只是 我喜欢这个黄油 这黄油比较贵一点 就加一小条 3块多 2块8毛多 没有 这个 哦 这个2块8毛多 对 那个是3块多 有蒜 好 这个为什么姐姐说不健康 她要放很多这些东西 稍微给它 切几块 化一下 好 我现在收起来 这黄油很香 好 等量大概 你刚才黄油60克 这个油一定要很小的 太火 嗯 这个火要小小的 姐姐说不能那个 先把 洋葱炒香 姐姐说重点不能变颜色 所以火不能大 看着这个火 它其实这个 其实那个黄油的味道就占很大一部分 就是那个味道的出来 不信你闻一下 他那个汤啊 没有这黄油啊 这味道都不对 所以你做的过程 你就会慢慢感觉到那个汤就是什么样 然后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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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搭着 然后搭着 要做出这种小泡泡小泡泡 小泡泡小泡泡 好 他说呢 有的人会放一点白酒 我们这个放 他挪威带回来的高度白酒 我们放一点点吧 香啊 这个是冰的 cream 我就half half 有的人是很浓的姐姐说 我整个都没有变色 这一下掌控得很好 希望它出来是那个味道 不敢那么heavy的cream 我已经放了一个cup进去了 然后现在再来 我们买的海鲜汤 那我今天 我今天实际上是没买到姐姐要的那个 就是cream 就是所有的贝类 贝壳类的那种汤汁 那个一般他说是在玻璃瓶里面 我今天没看到 那我们就用海鲜汤 其实没有太大关系 谢谢 烟熏三文鱼给它剁碎了 你那天还吃到它一丝一丝的 这个可多可少 你喜欢烟熏三文鱼味道就多放一点 现在这个土豆煮熟了 我们拿出来把皮包了 既然买了 我现在考虑要不要往里面放海莉 要不我们先不放的看一下 我觉得它一定会增加它的风味 因为我觉得烟熏的味道会更浓一点 它也是烟熏的 好 我们现在先这样先把土豆放进来 因为我煮了一会儿它又变浓了一点 所以我们海鲜汤再加一点进去 就保持它那种浓度 现在把这个土豆放进去 现在把这个土豆 还有这个玉米 这是关键的料 对 还是再加点汤 稀稀的 等下面包撕起来撕起来吃 不是 这样子就有那天两份的那个分量了 有啊 卖18块钱 算一算成本今天花了多少钱 也差不多就成本刚回来 你算一下吗 你算一下嘛 我们待会儿去算一下成本 我怀疑它店里面 不是 那个是黄油是一块多 然后这个奶油是五块钱 五块钱用了一半 五块钱你用了没有三分之一 趁你现在还是还没有忘记那个味道 很新鲜的时候 你来尝尝 今天一有不在 要一有来尝尝 尝一下 到位没? 到位了 是那个味道吗? 嗯 跟我一见一致吗? 就是那个味道 赶紧离开我 哈哈哈哈 要烤面包 这个法庚拿去切一下进去烤 对 说明什么 我们家大厨的那个厨艺还是很好的 对吧 他一说就按照 按照他那个意思 我们就做出来了 赶紧跟大厨挂个电话 大厨今天休息在家呢 你告诉他我们做成功了 他说磨点黄油烤 烤一下磨点黄油 不要太多了啊 不要让我吃饱了 差不多就行了 不能吃饱 好 好 我们可以开吃啦 哇 真的就是那个味道一模一样的 我们今天还是两个人一份好不好 好 放进去那个三文鱼是一模一样的味道 他重点就是那个三文鱼 来一点 咖喱酥 我们约了一个小碗啊 就像那天一样一起吃一个一碗 热腾腾的 来 烤好了 好 配面包 呵呵呵 呵呵呵 来 来 现在拿过来 鸭米 一模一样的 看你的表情就鸭米 孙子更好吃 我得咬一点啊 好好吃 好吃 佐配 呵呵呵 智胜说啊 嗯 智胜说这是佐配 佐配 呵呵呵 徐智胜 你先喝汤吧 我觉得这个浓汤特好 蘸面包特别好吃 你感觉又回到了船上 我们什么时候必须回船 五点都回 快去五点要回船 哈哈哈哈 船上时光很美好 哈哈哈哈 是的 每天在家里也活着在船上一样 哈哈 又让我们回味了一下那个船上的时光 好 我们今天呢 就这样 我一次就成功了 然后我们算了一下成本 大概四五块钱嘛 他们也就是一半的成本 我们也买了九块钱 相加一盒 比这个没这么多 差不多自己家做 然后我现在马上去编一个 就是这个菜股视频 就很严格的分量啊 然后我会给大家更清晰的解说 放到那个我的美食频道那边 以便将来大家翻看 不要看我们这么浓缠的 这么 我们自己也做个记录 对啊 我自己要做个记录 因为我这边生活分享的频道呢 是时长比较长 所以大家真要看一个菜股 要看那么长很烦 也记不住 所以我会另外再拍一个视频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 我跟乔夫 找到了那个感觉 找到了那个味道 这也是一有 欣欣恋恋的味道 他即使去不了现在 下次来 我就可以做这个给他吃了 好 一模一样 我们赶快吃 吃了要赶回船 哈哈哈哈 菲儿 我做出来了 那个small salmon chowder 一模一样的味道 你的方子太好了 谢谢 什么时候回来 我要不要做给你吃 你肯定不吃 哈哈哈哈 我有点清不忍 用这个 明天啊